以下又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丘他得到嗜禅 得嗜禅 其增上慢 其邪见多恶道 前面是讲外道先人 即使是佛弟子 不是说每一位佛弟子 就有保障 这个还是要 清清善知识 要听闻正法 要如理思维 佛弟子里面 也有出问题的 比如说比丘得嗜禅 但是他误以为是得嗜禅 当他得出禅的时候 误以为是得出果 得第二禅误以为是恶果 得第三禅误以为三果 第四禅误以为是得四果阿罗汉 以仗者说 他已经得到这么高的果位了 所以他停止 没有再更进一步 观无常空无我 断我持 结果命将要进的时候 看到有嗜禅 中阴向来 这中阴向来就是说 他有可能 假如他是第四禅 将要命中的时候 他要去投胎的那个地方 他会有那个像 中阴向显现 他本来以为是得到四果 应该不受后有 怎么还会有中阴向显现 结果他就生邪见 他说无逆盘 根本没有那一版 佛欺骗我 他斩上这样的邪见 他没有想到说 是不是我修行哪里有出问题 是不是我起增上慢 我应该怎么修 等于是调整 结果他没有反省自己 在怪佛欺骗他 邪恶生故 失失禅中阴 因为他又起 这样的邪恶的邪见 所以本来 如果说他不起邪见 或许还可以生到 那个失禅天等等 结果一起邪见 就堕到阿比蒂去了 起阿比蒂的中阴向 命中之后生阿比蒂 比丘又请问佛 这个比丘他命中生在何处 佛说他堕到阿比蒂去了 其他比丘都非常惊讶 这个人坐禅慈戒 他为什么没有升天 还会堕到阿比蒂 佛就说他是因为增上慢 得失禅的时候 误以为是得失过 或者出二三十禅 不以为得出二三十果 你命中的时候生邪见 说没有涅槃 我已经证得阿罗汉 为什么现在 还会看到这个中阴相 佛欺骗我 所以命中之后就堕到阿比蒂 是使佛说一首祭诵 不管是怎么样博学多文 怎么样持戒经研 怎么样得到神的禅定 多文也好 持戒也好 禅定也好 只要还没有得到无漏的智慧 即使有多文 持戒禅定的功德 这些都不可信 都不确实 所以只有无漏的智慧 在这究竟 是比就受事而造苦 以事故知取乱象 会生沉冷烦恼 执着定向会生贪着 你呗嘎 你呦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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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呦嘎 你呦嘎